直到剛剛都燃著的怒火 彷彿不存在的一般冷卻了下來 青海為了不讓鈴鐺響起 讓門保持開著 朝走廊中踏入了一步 刻之以下 地板發出了戰動人神經般的聲音 為什麼要捏手捏腳悄悄的進來呢 仔細想想青海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總覺得這是很有必要的 屋內的味道十分嗆迷 外面聞到的根本無法與之相比 就像是相遺的內臟收羅起來 喔爛了似的 讓人鼻子酸疼的污臭 估計在廚房放著什麼腐爛的食物吧 說起來走廊深處傳來了某種聲音 踏著枝壓作響的地板前進 走廊盡頭處左右兩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邊明亮一邊黑暗 青海窺視向了那明亮的房間 這裡是廚房 唯獨這裡沒有擋日板 外面的光子從採光的窗戶處射入 聲音的來人是在爐灶上煮飛了的鍋子 案板上放著菜刀和切到一半的蘿蔔 這是毫無異常的晚飯前的家內景象 這一切都被窗外的夕陽 染上了熟透而腐爛的果實般的顏色 誰會這樣形容夕陽照出來的顏色啊 然而卻有一種難以平復的違和感 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裡做飯的是誰 那個人吃了哪兒呢 你還真有勇氣啊 在你聽到那樣的聲音之後你問這句話 這樣喊了一聲後 青海注意到自己的聲音無法抑制的顫抖著 她有些後悔了 Too late 一片寂靜的屋中 平白無故的響起了她的聲音 總覺得有些太沒戒備 甚至都有點狂蠢 然後 有一股冰冷的觸感 滲進了青海的襪子 呃 好噁 卻生生的用手指一摸 指尖上沾著的是扯著絲的淡綠色黏液 死了魚的水槽中 滿滿的長著水藻 都看不見裡面的污水 這樣的液體微微的打濕了地板 毫無疑問這就是惡臭的根源 早知道就該穿鞋子進來了 青海打從心底這樣想 她已經顧不得在別人家的顧慮了 逃出去啊 這什麼鬼地方 你還要這麼混 你不會等日記回來喔 瞎你 帶著猶豫不絕的心情 青海回頭看了看進來時的方向 現在青海所在的位置 對於剛剛玄關那裡正好是死角 那怪聲和某種動靜 肯定都是從這廚房傳來的吧 旁邊 估計是客廳吧 貌似如同從外面看到的那樣蓋著當日板 裡面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 如果可以的話 青海其實想頭也不回的離開這個家 但那樣一來 就必須得被朝著那片灰暗走到走行中才行 唯獨這個是她絕對做不到的 你是不是會面向那個房間 然後慢慢的倒退 往門廊那邊走 聰明店好嗎 好嗎 比起理性 青海更是被一種毫無道理的強迫感逼迫著 朝著客廳踏入了一步 黑暗 什麼也看不見 而且有著強烈的臭味 是走廊和廚房中無法比擬的 他將手伸向旁邊在牆壁上摸索 十分輕易的就找到了電燈的開關 青海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的打開了那開關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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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臟般的紫色 什麼叫內臟般的紫色 腐肉般的茶色 鮮血般的紅色和脂肪般的黃色 以及除此之外的無法形容的色彩 狂亂地塗滿了牆壁地板窗戶和天花板 請上鈍號謝謝 用堪稱偏執的細膩手法 將整間屋子塗到厚重到一絲縫都不剩下 這顏色毫無保留的訴說者 將這個房間塗抹成這樣的人憎恨 惡意以及瘋狂的程度 實在是有些不知所措 青海的腳貪轉了 他難以承受的貪坐下來 然而剛已坐下 打濕地板的黏液就滲入他的牛仔褲中 冰冷的觸感即向他的腿肚 大腿屁股 然後是脖子 HOLY SHIT 不由地碰到了脖子的手臂 讓冰冷的黏液跟著飛溅起來 是上面從青海的頭上滴落下來的 青海生涯中最為不幸的 或許就是這時抬頭仰視起了上面吧 他在天花板上埋伏著 正想襲擊正下方的獵物捕食者的身影 被青海完完整整的 一絲不露的看在臉中 正要尖叫起來的時候 嘴巴和鼻子被完全的蓋住 從肚臍到下腹被一口氣撕裂開來 異物享用著內臟侵入近青海的體內 OMG 感受到這股觸感的那一刻 青海的精神便已經完全崩潰了 請頭骰子檢測你的性質 謝謝 雖然我下定決心試坐了電車 但果然還是無法忍受接近晚高峰時段的人流 在途中的車站下的車 步行走完了剩下的歸路 比平時晚回來了很多 估計沙爺也很擔心吧 但願他別生氣就好 哦 他真還飽餐一頓呢 我走過大門進到中庭時 注意到了不知為何玄關門敞開著 走廊深處的客廳中發出著電燈的光亮 雜嘴的聲音伴隨著某種方香的味道一同傳來 是沙爺嗎 本來想喊一聲的 但仔細想想我還是沉默地走到了屋內 有個奇妙的味道 但絕對沒有什麼讓人不熱 不如說甚至是讓人覺得清爽的方香 感覺很像沙爺頭髮的香味 你在跟我說內臟嗎 OMG 我瞄到客廳裡的景象 頭一次讓我感到客戶 一塊青草般的什麼東西覆蓋在地上 香草般的芹香就是它發出的吧 除此之外也有水果蔬菜般的大小各異的碎塊 散落在各個地方 就在這裡 沙爺被朝我坐著 似乎很入迷地想用著什麼 聽到我的喊聲而回顧頭的沙爺 似乎非常震驚地瞪大了眼睛 然後像是惡作劇被抓了現行般的 用一副很難為情的表情躲開了我的視線 沙爺狼狽地讓我 甚至有些過意不序 說起來沙爺絕對不會讓我看到他吃飯的行星 估計是在這方面非常害羞吧 我心裡總覺得像是卑劣地偷看了他一樣 連忙向沙爺道歉 一筒就好嗎 啊... Fuck 我撿起我旁邊扔著的果實般的東西 沒等沙爺伸手制止我就把他送進了口中 你死人 你死人 吃起來感覺很是奇妙 口感像桃子或西洋梨那樣柔軟而又有彈力 仔細嚼一嚼用大牙嚼爛 就會有清新的汁水在口中散開 而且他穿梭在鼻子中的濃郁香味和我至今為止吃過的所有事物都不同 噢...fuck 想知道特別秘方是嗎? 就是你的好機友的女朋友的肉體 讚吧 我試著拿了另一塊 這塊的心似乎很硬 帶著厚厚的果肉 試著嚼著嚼味道也相似 心 脊椎骨 沙爺在擔心的根本不是這個好不好 王八蛋 真的嗎 沙爺似乎有些驚慌不知所措 但過了一會兒還是很有趣似的大笑起來 對呀 我也喜歡這款的 好像是 像我一般的想法的我一般 你怎麼一直都吃了這種東西 嗯 所以你是吃小孩還是流浪動物 嗯? 的確在附近沒多遠的地方 有著室內為數不多的綠地公園 雖然沒聽說過那裡還長著這樣的果物 對了 只是我現在看作的是果物 實際上應該是別的東西 你現在才發現嗎 抱歉吧 最好吃的地方是 剛剛沙爺全部都吃了 好呀 現在還會 但這就能夠吃完明天 對 對 對 沙爺似乎真的很開心的樣子 當然我也一樣 相比一個人無聊的吃飯能和別人一起吃 就不論什麼我都能吃得下 那你可以回去吃那些有新的東西嗎 可以冷藏2、3天 還可以 但味道會掉下來 那 我們快點把它放進保鮮盒 我們將小的果肉放進保鮮盒 將大的放到鍋和紙板箱裡蓋上保鮮膜 兩人分工將剩下的事物放進冰箱裡 一想到明天開始晚餐就能吃這個 我心裡就已經激動不已了 我可以像這樣一點一點的取回我活著的樂趣吧 和沙爺一起 沙爺引導著我和他一起 我便活得下去 真實存在的可怕傳聞 醫院篇 第四章 某住民大學附屬醫院的怪物 以後沒有室內稀有設備而聞名的某大學附屬醫院 在這裡當實習生的黑先生 驚人的最新體驗談 信還是不信 我們醫院中發生怪事 是從今年初春開始的 出現了很多次住院患者 在深夜因噩夢而驚喜的情況 似乎大家都是做了非常可怕的夢 也有人陷入失眠 必須要開處方給安眠藥才行 甚至還有幾個人因為這個而轉院 不可思議的事 一問到做的噩夢 大家的回答似乎都一樣 說是有某種長相非常噁心的怪物 站在枕邊俯視著他 但真正怪異的事 我想也是從那時候發生的 我們醫院在某個大學的教室內 這裡侵襲了很多隻野貓 會有學生給牠們餵食 所以附近的野貓都會聚集到這兒 可回過神來 野貓的數量好像少了很多 而且 與其說是貓們不住 不往大學這兒來了 不如說是在附近 都看不到野貓的身影吧 也看不到有狗來散步 聽傳聞說 並不是四足改變了六狗路線 而是狗變得不願意靠近大學附近 就在這種時候 衣水部丟了些東西 丟的是 內臟 連續發生了好幾起 解剖屍體拆除了移植用內臟 從保管所中消失了的事件 甚至還追究了好幾次當事人責任的樣子 這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 似乎我們實習生不知道的情況下 還發生過好幾次相同的事件 也開始有人口口相傳 說這所醫院裡是不是棲息了什麼東西 清潔工也有好幾次發現 只有可能是夜裡黏上的詭異烏痕的情況 比如走廊中有什麼蠕動而過的痕跡 或是從天花板流到牆上的怪污漬 我也聽說職業般的護士有聽到過奇怪的響動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 住院中的患者就會鬧出惡夢騷動 最後這番話在醫院裡是絕對不能說的來著 僅有一次 婦產車似乎發生了非常不得了的騷動 有一個新生兒在夜裡消失了 如果這是真的 那麼就會是一個得煩惱警察出動的新聞了 但這是被大人物不惜代價的打理的沒有公知與眾 當然這只是傳聞了 但這些詭異的事從夏末起就戛然而止了 現在幾乎已經沒有被惡夢驚喜的患者了 在校內也能看到貓了 雖說如此 但今年夏天 在那所醫院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如今回想起來 我還是不寒而慄 青海已經掛樓跟詞 已經有三天 無法和青海遲得聯絡了 他的公日中沒有回來過的跡象 老家裡也說沒什麼頭事 青海的父母已經報警搜查了 那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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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的表情很陰暗 當然也有 但... 當然也有擔心青海的因素在內 不過三天前和預計的爭執 也還營繞在他的心頭吧 叫搞一下 拜託 自那之後 姚就沒有見過預計了 預計也沒在他們的面前露面 曾經在課間時分 總是會聚在這個咖啡館的四人組 如今也只剩下兩人了 你... 殿奧君 再一次想想 你... 哪個... 奧美的地方 心... 哪個... 沒有 我確認了 根絲吭糊的呼嚨了過去 當然這是騙人的 那天幫 青海打算去的地方 唯獨根絲是知道的 但是根絲現在並不想在姚的面前提起預計 就在這時 上課開始前的玉貝林響起 幫忙打破了這股煎熬的沉默 那... 我... 去吧 嗯 根據根絲的記憶 姚下一節應該也是有課的 但他像是心病不在這裡似的 並沒有打算站起來的樣子 根絲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有些不捨得離開了咖啡館 青海的下落、姚的情況 這些都讓根絲很擔心 而不管是哪邊的擔心 疑問最終都指向一個地方 青海失聯之後 根絲最先問的就是玉貝了 玉貝最後見到了青海 正下定決心打算 而玉貝的回答是直白冷淡的否定 或許是在推測青海為什麼要去他家吧 他一副無法釋然的樣子 要說當然這也是當然的 玉貝並不知道那一天 他讓姚哭泣的情形被青海他們看到了 說到底 青海真的是去了玉貝家嗎 他的行動經常感情用事 想出事宜出 即便在途中冷靜了下來改變了心意 也沒什麼奇怪的 對他不會改變心意到整個人失蹤啊 兄弟 又或者是在到玉貝家之前 遭遇了什麼麻煩嗎 根絲揣測原因應該是其中之一 不 要準確表達他深層心理的話 應該是他祈求並想要相信原因是其中之一 至於另一種還想到的可能性 根絲無意識的拒絕炫耀思考 也就是指 預計在撒謊的可能性 青海和他見到面了的可能性 他的失蹤和預計有關聯的可能性 負責起了青海案件的刑警來詢問的時候 根絲也只是不算撒謊的說 分別的時候 他告訴自己是要去N區S站 更進一步的情況則呼嚨了過去 關於目的地 他一口咬定說不知道 當然他也想對青海的搜查進行協助 但是預計自己都說了他沒有到預計家 那麼肯定沒錯 既然如此 要告訴警察的信息 這也就足夠了 這種不合邏輯的邏輯束縛著根絲 不想讓現在精神處於微妙狀態的預計 捲進來的心情驅動著他 不過預計上他也沒有說謊 因為他沒有看到 那是青海啊 他只看到了水果 對 所以 他沒有說謊 矛盾 以及沒有注意到這股矛盾的根絲 的自信心深深的糾葛著 但唯有對預計抱有的疑問 無形之中讓根絲的思考陷入循環 根絲完全陷入沉思 就連走著路都沒能注意到周圍的情況 但不如說或許就是因為他處於這種狀態 所以才能隔著學生們的人流 一眼瞥到 摯友的背影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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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為他是要去講堂 但樣子好像不太對 似乎是打算要回家 很奇怪啊 今天下午明明有醫學部的必修基礎課才對 一瞬間根絲呆站在了那裡 但他也就只游入了那麼一個瞬間 根絲謹慎地控制好距離不讓自己被注意到 開始跟蹤了在智友的身後 預計並不是要回家 當他在車站坐了反方向的電車之時 這一點就已經確定了 從方向上來推測他應該是要去就整的踢大醫院 但即便到了最近的車站 也沒見預計要下車的樣子 一開始 根絲也覺得自己做的事非常無聊 偷偷跟在別人的後面這種做法也讓他心裡很過得不去 但對預計行動的深深疑惑讓他忘卻了這種糾葛 他的行動略是不可理解 就確實讓人在意 使他的性格變得天翻地覆的線索 不管是多麼些微的線索 都比沒有要來的強 的確挺奇怪的 就算以我的認知來說 誒 他不回家也沒有要去醫院 然後他跑到別的地方 不是會讓他更難受而已嗎 根絲已經開始覺得預計的巨變 不光是事故造成的了 他想找出更能讓他接受的理由 哪怕是為了判斷現在的預計是否還值得信任 預計下了電車 這是一處郊外住宅區的小站 讓人想像不到這裡會有什麼 為了不更丟消失在檢票出口的預計 根絲也混在其他下車乘客中追在了他身後 站前連環島轉盤都沒有 那也自然就沒有能撐得上商店街的熱鬧景象 有的只是小小的書店、便利店 以及一家小超市的極寮景象吧 沒必要擔心會更丟在前面的預計 似乎這條路他已經走慣了 預計目不斜視的快步走著 這是一片強行從丘陵中央開闢出來 充滿了坡道的新興住宅區 到處都留有著沒完全開發成住宅地的斜坡和雜樹林 為了上學而來到東京的根思 並沒想到東京居然又有離市中心僅一小時車程 如此田徑的土地 終於 預計像是被一棟宅子的玄關口吸入進去一樣 消失在那裡 他沒有暗鈴也沒有敲門 就像是走進自己家一樣毫無顧慮 這讓根思有些驚訝 等了一會兒 卻輪到預計沒有要出來的樣子 根思便靠近門口看了下名牌 奧牙 沒聽說過預計有這個姓氏的熟人 比起這個更加吸引更思注意的是送信口中堆積到溢出來的船單的厚度 這棟宅應該是空屋吧 這樣想 這總覺得的確是比兩次的宅子更加寂靜 在兩個街區距離的地方有一棟小小的兒童公園 要監視奧牙家屬人關的話從那裡也就足夠了 信心的是這棟宅子看起來並不像有後門 根思在工人的長椅上坐了下來便後悔著 要是能多買點煙就好了 這種些微的小事便安心的堅持了起來 過了一小時 過了兩小時 都沒有任何人出入奧牙家的景象 夕陽漸漸的將附近的住宅區染上黃昏的顏色 身上帶的煙已經抽光了 之後就要開始和無聊做鬥爭了 為了解悶他打了好幾次青海的電話 明知沒用也發了幾條短信 當然並沒有收到任何的回應 不久 傍晚的暮色變成深藍 到了路燈亮起的時刻 預計終於從屋子裡出來了 用和來使一樣快速的步伐走回車站的方向 根思猶豫了下該怎麼做 但還是得得出結論 今天比起跟蹤預計 應該要優先弄清楚這宅子裡的蹊蹺 為了以防萬一 他也是先按下了門鈴 確認沒有任何反應 並確認周圍沒人看到以後 便朝著玄關把 確認朝著玄關門把伸出了手 門並沒有上鎖 剛一走進去 一股瀰漫著草木氣息的空氣便刺激著根思的鼻子 是一股積蓄了煤斑和灰塵的 能明顯判斷出宅子很久沒人出入了的獨特氣味 再加上 無人打理的水池也散發著一股難以形容的濕臭味 這棟宅子裡果然沒有人住吧 根思按了按電燈的開關 仍然沒有反應 也不只是電俠關了 還是壓根就沒電 也不知識 不好意思 唉 根思點著了油燈 照亮了附近 厚厚堆積著塵埃的地板上 雜亂的印著新的足跡 估計是預計彩的吧 看來他是穿著鞋進來了 根思也不顧忌穿著鞋就走進了玄關 屋內死一般的寂靜和消暗 暴露在了讓人不安的搖椅的燈火之中 最先讓根思感到震驚的是 那種簡直沒有任何缺損的生活感 從家具到餐具 日常用品等等 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被帶走 從堆積的塵埃上判斷 這裡變成空宅應該有 幾個月的樣子吧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家裡人應該是什麼都沒攜帶 就離開了家 難道說是去長途旅行的嗎 客廳裡的日記 停留在今年的四日 在與廢屋相應的寂靜之中 這能夠人模人樣窺視到 曾經生活樣貌的屋內 就好像是沉默到海底的客船一樣 如同墓地般的那片死雞 讓根思的腦袋在海中 上過一船 不祥的意象 家主的生活中斷了 但這也並不表示家主一定是離開了 現在腳下所踩著的地板下 會不會也躺著一具已經乾枯的屍體 真想要一個比油燈更好的光源 至少有個手電筒 心情也會大有區別吧 根思沿著估計是預計留下的足跡走上了二樓 沉澱的空氣中開始散發出了紙張的味道 如果在舊書店工作 或是打工當圖書管理員的話 即使不情願 也會成天和這種氣味作伴 就是這種放置久了的書類的氣味 果然二樓就是書房 書架直堆到天花板上 那書本誇張的密度 甚至都讓人擔心地板會不會被壓壞了 書架上擺著的 都像是一介學生文索未聞 見所未見的專業書籍 只能判斷出書主人 比起臨床醫生更像是個研究者 看來預計來到這個家裡的大部分時間 都耗費在這裡的樣子 從塵埃亂掉的情形上 很輕易就看出搜查這屋子的痕跡 尤其是在他搜尋了桌子抽屜和文件櫃之後 便發現裡面明顯被翻亂了 忽然 根絲留意到了側桌上平擺著的幾本書 擺在桌上應該就是說 這是最頻繁參考的幾本書吧 從這種位置上擺放著什麼種類的書 應該能窺視出書主人到底是怎樣的人 但... 根絲皺起了眉頭 三本書都是用經歷了很長年頭的厚重牛皮紙包裹著的西洋書 比起說是學術書籍 不如說看著更像是該收納在玻璃櫃中的那種西洋書 書名也是個謎 Triety Deschefers 就算這本是符號學這書 那Ars Magnoe At Otma 是占卜什麼書嗎 我覺得那不是英文 我不覺得我會唸對 另外一本 Vornich Manuscript 旁邊有金屬樣的東西泛著黑光 是能裝進口袋裡大小的手電筒 這東西和這個房間顯得極不相襯 估計是預計帶來的吧 根絲邊品味著那些小的安心感 邊把光源從油燈換成了手電筒 別看尺寸很小 然而發出的白光卻意外的很強 驅散了黑暗 有這個就好多了 根絲重振精神 決定巡視下這個家的其他地方 嗯? 根絲很快就注意到了靠之前油燈 微弱光亮發現不了的奇妙東西 那是一探烏漬 特別是門法和樓梯扶手處尤為明顯 並不是手勾那種程度 就像是被裹著髒模糊抓過似的 莫名的黑色葉狀污漬遍布在各處 仔細一看 在牆上稍低的位置靠近地板的地方 也到處都沾著飛沫一般的烏痕 也很可能是沒沾水是粗暴的用抹布在地板上來回擦了擦而流下的烏漬 這是奧牙生活中留下的嗎? 但如果這麼想的話 這可能機會也太過奇怪了 讓人不禁想像有著全身滴著污水的支柱者在屋內蠕動的樣子 根絲心不由的感到一陣耳心 書房的隔壁書臥室 忽然根絲湧起了一股知己了 他搜了搜衣櫃 結果找到了兩個空空如也的旅行箱 如果是出門長期旅行 那不管怎麼想把這種東西留在家裡都很奇怪 他的體溫忽然下降了好幾度 果然住在這裡的人 或許就在這個家的某處 根絲忍受著想要逃離這裡的巡視 從二樓上下來 開始搜索起了一樓 如果有死屍在的話 那就不得不立即喊警察來了 而根絲的指紋早已沾滿了整個屋內 所以說要是現在作為第一發現者報警 會被追究非法侵入 但要是到了日後 那也沒辦法為自己辯護了 在手電筒的光亮中一看 客廳裡的屋痕要嚴重得多了 沙發之類的就跟從泥潭裡撈出來似的 在廚房 撈了一眼水池附近 根絲就放棄靠近水池了 他已經不想再想像這家裡的人是怎樣生活的了 根絲來到了浴室前 對對對 你離開廚房的水池 然後你走到浴室 然後你發現浴缸就是水 然後你發現浴缸就是水 那什麼八蛋 根絲的腦海裡閃過了 在電視劇裡經常看到這種場景 泡在裝滿水的浴缸裡 用剃刀割碗的自殺畫面 說起來在電影整個裡面 也有殺手在浴室分屍死者的場景 根絲做好了覺悟 輕輕地打開了浴室的門 手電筒的光照射進了出現在 視野裡朦朧的陶制浴缸內 那裡被肋骨輪廓幹扁的浮肉 和血跡籠罩的一片漆黑 根絲用手扶著強 忍耐著下肢的癱軟 同時也感知到一股違和感 他偏偏的組織思維想要站起來 骨頭 雖說是骨頭 但太小了 而且數量太多 並不是人類的骨頭 根絲反覆深呼吸好幾次冷靜下來 他走進浴室 更加仔細地觀察起的浴缸內 小小的骨頭堆滿了半個浴缸 而且還堆積著落葉寺的少東西 明顯是並非人類什麼的小動物 應該是小狗、小貓 以及老鼠、麻雀之類的生物獅骸 所以說如此 這個量也太異常了 堆積了那麼多的骨頭 那到底是會集了多少屍體啊 屍體被拆解了四分五遍 絕不可能就只是把屍骸放到日缸裡 弄成白骨 然而其中而已 在看到每根骨頭上都殘留著幾個鉤狀痕跡 時就讓人輕而出 這是啃肉留下的痕跡 就算是為了自己人性 根絲也不見想像這會是人類幹的 肯定是這戶人家在飼養某種肉食動物作為寵物吧 而家主人 則把當作飼料的動物的骨頭 累積在了浴缸裡 但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好好清理掉 飼料吃剩下的殘渣 就當做廚餘垃圾丟掉不就行了嗎 還是說家主人有不能離開家的理由呢 明白了 並非人骨的時候 根絲有些安向了心 但那也就只有片刻而已 營繞在這個家裡的不可見的一團 讓根絲覺得更加害人 說到底 預計到底是為什麼要來到這樣的一棟宅子呢 吼 吼 吼 Shit 猛然轉過身的根絲手裡手電筒發出了光 找到了在他身後面無表情的預計 照在了 他身後面無表情的預計人的臉上 去他的中文 講得好像你不是非法侵入一樣 哼 伴著劇烈的心跳 根絲勉強的擠出聲來 預計從根絲身旁望了望日式 然後若無其事的表情 關上了門 簡直就像是在說 他並沒有看到什麼稀罕場面似的 我就是這個家人的認識 我只是領導 我只是領導 找到找人 去找人 認識 認識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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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四而言 他根本不信 還和自己很要好的那時候的日記 會和這麼異常的宅子的主人有所交流 什麼 你也會介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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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看都不看根絲的這樣說道 正打算再度離開這個家 好不容易平息的心跳 緩過進來的根絲 追在預計後面 喊向了他 你真是 近期的様子 是因為那些人的認識 站在玄關口的預計 扭過頭 瞥了一眼 根絲 他那眼神冰冷 而又無感情 甚至都讓根絲 不由的呆站在那裡 當然根絲不可能有理由為自己挨脫 他是那樣被預計的視線刺穿著 驗了驗唾沫 那樣是迷惑 二度都要不要再做 啊 呃 預計沒有再多說什麼了 他把根絲獨自留在玄關 總輸了宅子裡 此前根絲的心中 也還殘留著把 預計當成知心好友的心情吧 但現在的根絲 對他只抱有著 抱有著一股冰冷冷的畏懼 他所認識的預計 這個人 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呢 剛剛正視著 根絲的預計 是不是披著預計 皮囊的別的什麼東西呢 根絲開始真心的思索起這些了